哈囉大家好 我是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今天呢要做一個妝容的教學 因為就是在上一支影片 就是我開箱兩款我覺得 最值得購買的SELINE的包包的那個妝容 因為在底下有人留言跟我說 想要看妝容教學 所以我就來做這支影片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看什麼影片的話 一定要留言給我 因為這樣就許願吃 如果我可以的話我就一定會拍給大家看 好不好 那就是今天我要做妝容呢 就是我現在臉上的這個妝容 非常的簡單非常的清爽也很適合夏天 整體來說它就是走一個簡單有神的概念 那如果呢你想要知道我是怎麼創造出 我現在臉上的這個妝容的話 就繼續往下看吧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幫我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現在就先來做妝前保養 先用這個Bobbi Brown的這個安瓶 修復安瓶 這個是我前幾天才剛買的 所以我還不太確定 它的效果怎麼樣 然後現在要上的是這個Sophina的隔離防晒 然後就來上我們的底妝 那我現在要用的是Bobbi Brown的東蟲夏草氣墊 然後接下來我要遮瑕 那我最近我愛用的遮瑕 是這個Natural Republic的這個 它就只有兩個色號所以我都買了 你們這樣看得出來就是這邊稍微比較有一點提亮 然後這邊呢就可以感覺出來還有一點點就是比較暗沉 然後現在我在做就是遮一些我覺得比較容易會有瑕疵 然後我需要就是它的遮瑕力高一點的地方 然後像是鼻翼這邊啊睡覺啊 那這樣子我的底妝就是這樣大概就結束了 非常簡單非常輕薄非常適合台灣的夏天 那我現在就要把它定妝起來 我用的蜜粉是這一個Maybelline Fit Me的蜜粉 然後這個色號是10號Fairlight 那我接下來呢就會把我的眉毛畫好 然後我用的這個是Benefit的眉筆 好啦那現在我們底妝還有我們的眉毛都完成之後 就要來進入眼妝的部分了 那這一次我會用到的眼影盤呢 是這一盤 這是Anastasia的Mordon Renaissance Palette 對 這盤我真的超喜歡的 雖然它已經有點老梗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它非常好用 顏色超美 那我首先呢會用這一個顏色 當作我的眼窩色搭底 然後呢我們再拿這一個顏色 也就是我這個眼影盤裡面 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這個顏色超美的 拿來當我就是眼尾的一個加深的顏色 就是它現在有一點點沒有暈開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再拿剛剛的那個刷子 然後把它有點算是暈開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上我眼頭的那個亮片色 那我的亮片色呢 我是用這一款Stella的這個 算是眼影蜜吧 來打亮我的眼頭 那它這個的色號是 Starlight 那我使用這個的方法會是 我會先把它放在我的手上 像這樣子 然後我再從我的手上呢 沾取一點一點的 放到我的眼頭上 那這樣子我的亮片就是上完了 那有些人可能剛上完的時候會覺得說 覺得那個眼頭的那個亮的那個顏色啊 跟後面的這個 深咖啡色就是沒有就是混合在一起 就比較不自然 那我呢是會用剛剛畫就是深咖啡色的這個刷子 不沾任何的眼影粉 就是再去這樣子把它就是混合在一起 讓它感覺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畫眼線 那眼線的話我都是比較習慣畫 就是往上翹的那種貓眼的眼線 那我今天要用的這一支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耶 就是長這樣子 這是我妹的 然後它是深咖啡色的 還蠻特別的 因為畫眼線真的是一個非常需要專注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講話 所以兩邊插超多的呢 右邊整個超右神 右邊整個超右神 剛剛錄到一半 相機沒電 好那我現在就是兩邊的眼線 我都已經畫好了 那我一般呢就是會先等我的眼線乾了之後 再去夾睫毛 再繼續我的眼妝 所以我現在就會上一些就是臉部的產品 那我現在就會先上Bronzer 幫我的臉增加一些氣色 那我用的這款Bronzer是 Too Faced 這個Sweetout Bronzer 這我很喜歡 我就會就是它裡面有兩個顏色 所以我就會這樣混著 然後呢就上來這邊 不知道你們這樣看不看得出來 我這邊就是有增加了一點點顏色 就是有那種就是曬過那種 Sglow的那種感覺 再多一點 那Bronzer上完之後呢 我就會上腮紅 我用的腮紅呢是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泰國的牌子 我在Facebook上看到有人介紹 所以我就去買了 然後它很可愛 它是這種漸層的腮紅 你看 所以說它等於是主打說它上面這邊啊 就是比較淺那種粉紅色的 是應該是你膚色如果比較健康的話 其實你可以這樣打量使用 但是我都是就是我如果要用腮紅的話 我都是會靠近比較深色這邊 按個直下 那腮紅上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夾我們睫毛 那夾睫毛我覺得應該不用多講了吧 應該只要有化妝女生都知道怎麼夾睫毛吧 夾睫毛就是非常必要 你要是要刷睫毛膏 就一定要夾睫毛 不要夾睫毛的話你就不要夾 不要畫睫毛膏了 就是要幹嘛 那現在呢我的睫毛就是已經夾翹人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就是這個 現在翹起來 然後我就要刷我的睫毛膏 我刷睫毛膏的技巧呢 就是我已經做過一支影片了 所以大家請點就是你的右上方 然後去看這支影片 那我這邊就快速的帶過 兩邊眼睛是不是差超多 好啦那我現在眼妝就是基本上是完成了 那我們就來上個唇膏吧 那我現在要上的唇膏是3CE的這個唇膏 我不太確定它是什麼色號的 但是這個是 喔喔這邊有寫它是Warm and Sweet 它是908號 那它是有一點像是這種 磚紅色 有點GG 乖 要拉近給你們看我的嘴巴好了 好啦那這個妝容就完成啦 那你們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實是非常簡單 只不過就是在眼妝這邊有一點點的小細節 那其實用到的顏色也只有兩個 加一個亮片色 所以我個人是真的很喜歡這個妝容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 夏天的時候的話也不會覺得很有負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這一次的影片應該算是我的頻道的第一支 就是比較完整的妝容影片 那希望大家喜歡 那如果有一些在講的沒有那麼詳細的地方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提問 然後我也會盡我所能的回答大家 那如果呢你們有想要看一些什麼其他的妝容阿 或是一些化妝的技巧阿 例如說像是底妝的程序阿 還有眼妝的程序阿 或者是像是修容阿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不同的就是彩妝的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們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喔 因為我之後打算要做更多有關妝容的影片 那就是希望大家給我一點就是你知道inspiration 好啦那就這樣啦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喜歡 然後幫我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